我们继续我们再看看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 在美国有两部纪录片引起了关注 一部叫做《奥巴马的美国2016》 另外一部叫做《来自德莫英的珍妮》 这两部电影分别针对两党 还有两位候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批评 下面我们就来看报道 德苏扎制作的《奥巴马的美国2016》 要传达的信息是 奥巴马在宗教战争 经济等问题上 有不可告人的目标 首映以来这部纪录片的收入高达3000万美元 一跃成为历史上收入最高的政治纪录片之一 塞维女士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纪录片中心的负责人 她说这类影片的目的 是要把本阵营的选民的热情调动起来 必须找到激发选民热情的方式 让他们不只捐25美元 而是处理募捐更多的钱 去上门拉选票 帮助选民注册 为了某个政治目的 比如说为了打败奥巴马去大干那么一场 自由派制作的幽默纪录片 选民珍妮 则是通过讥讽共和党候选人 来激励民主党人 纪录片的主角是珍妮 由威尔森扮演 珍妮是爱奥华州的共和党人 她参加了共和党的游行 珍妮以前一直非常反对奥巴马提倡的医疗保险方案 但是她丢了工作 也丢了医疗保险 得知自己患有乳腺癌以后 想法就变了 我没钱付账 我明白我们会想办法 好吧 只要不用奥巴马健保方案就行 这部纪录片其实并不新鲜 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前 摩尔就出台了一部鞭挞 小布什总统的纪录片 名叫《华世911》 直到第一架客机 撞进世贸大楼以后 布什决定按计划去见媒体摄影师 其实八年前恐怖分子就攻击世贸中心了 内部纪录片的票房收入高达1亿2000万美元 那是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纪录片 但是它打败了布什了吗 没有 塞维教授说 由于发行量有限 多数观众并没有看过那些纪录片 其中一部就是吉布尼制作的 奥斯卡获奖片《走向黑暗》 讲的是小布什执政期间 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带有摧残性质的神讯 人的尊严不会受到侵犯 这是很模糊的 上头说可以殴打不合作的伊拉克人 还说这些人还不如狗 不知不觉之间 你就不把他们当人看了 这类电影可能有影响力 但是塞维教授说 最终他们会被忘记 他说前副总统戈尔制作的 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纪录片 令人尴尬的真相就是个例子 戈尔说 我看到一些科学家受到不公平待遇 被人嘲笑 甚至丢了工作和工资 只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事实和真相 让有些人很尴尬 当时我们以为放映那部影片之后 会发生一场意识上的革命 大家会在气候变暖方面做些什么 如今我们仍然面临气候变暖问题 而且仍然没有展示出 要让这一趋势减缓的那种决心 不过塞维教授还是希望 带有建设性信息的影片 在通过有线电视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 能在选民心中发挥一些影响 我们看到随着大选的逐渐升温 那些在美国为报纸绘画政治漫画的画家 可以说不愁没有话题 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在华盛顿报道 却发现有一些漫画家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前途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面请看报道 画漫画先画轮廓 然后漫画家灵巧的几笔勾勒 人物就成型了 沃尔克是politico.com网站的政治漫画家 他正在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取论 我想用法国安东尼王后的典故 让他们吃蛋糕 这幅漫画的背景是罗姆尼说47%的美国人靠政府的资助 没有必要赢得他们的选票 罗姆尼的话被人偷偷录了下来 我这个人比较守旧 现在很多漫画家都加上文字 但是我还是对单纯的漫画情有独钟 奥巴马总统也有很多可以讥讽的地方 但是沃尔克说 他更喜欢拿他不太喜欢的政治人物 他没有投票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开涮 小布什和切尼掌权那八年 虽然全世界的情况很糟糕 但是对我们漫画家来说 那就是天堂 常言道 愤怒出诗人也出好漫画 最近在一个政治漫画家的聚会上 沃尔克以调侃的手法 解释漫画家是怎样解读漫画的 图景进入眼帘 经过视觉神经 传到和漫画有关的机体 压迫扁桃线 然后我们就看到人们在世界各地焚烧大使馆 笔也许比刀枪更有利 但是随着报业萎缩 光靠笔来谋生越来越难了 马古列斯是新泽西纪录报的评论漫画家 过去几年我们做过非正式统计 全美各地一度有大约一百个漫画家 现在只剩六十来位了 马古列斯说 漫画往往比文字评论更犀利 漫画牢牢抓住人物的特点 以简单直观的形式 把其他方式的评论 难于直接表达的基本事实展现给大家 开始画的时候必须想好最后画好是什么样的 就不会把手臂画成比整个身体都长 这是漫画家伯科在点播一位想学漫画的孩子 伯科以前就职于俄亥俄州一家报纸 如今他拥有自己的网站 传统漫画家现在过得很艰难 不过也有很多新的渠道开通了 现在评论漫画和各种漫画都比过去流行 网上到处都是 问题是如何赚到钱 确实未来可能全看新科技了 不过只用纸和笔就能让被画的人 感到非常的尴尬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万圣节快要到了 除了在这一天孩子们会出门去讨堂吃 很多人还会把自己的房子 布置像鬼屋一样 最近在美国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 叫玉米地迷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报道 11月某个时候 这片地里的玉米将被收割拿去做饲料 不过眼下这片地还有个更赚钱的营生 沿着右边走一直靠右边走 我就跟着孩子们走吧 这些人花钱到这儿就是为了在玉米地里迷路 我们朝右边走 不行不能朝右边走 很好玩 但是我们经常迷路 到玉米地来玩很受欢迎 每年秋天都有10万人到丹佛植物园的玉米地迷宫来 玉米地迷宫赚的钱比把玉米卖了做饲料赚的钱还多 卡鲁斯说把玉米地种成迷宫 要从春天空旷的田野上开始 一个叫做Mazed 咨询公司帮助他们设计迷宫 在玉米还不到一英尺高的时候 他们就用蓝色打上标记 要花6小时才能打完 整个夏天人行道要多次割草 迎接秋天的游人 维格利的农庄有100公顷 在丹佛市西北 从城市开车到这儿要20分钟 他说家庭农场也可以搞迷宫 维格利是在安德森农场上长大的 他说他们是1999年开始搞逼宫的 如今和南瓜 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的项目一到 这是农场带来最大收益的生意 今天晚上我扮演叫尸的鬼魂 要冷不防跳出来 逼大家交作业 还有一个乐子是用喷漆子弹打鬼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用喷漆子弹打僵尸 一定很待见 在这片玉米地里还真找到了一具僵尸 喷漆枪支用上了 又一具僵尸 还有一具 15分钟之后子弹打光了 这具僵尸现原形了 他是我丈夫 17年前Maze公司在犹他州首创玉米迷宫 今年这家公司协助世界各地 260多个农庄建成了玉米迷宫 农家娱乐 裁员滚滚 兴旺发达 哇 来 来